哈喽 大家好 我是顾巴桑 今天这一期我要再次聊 怪人的萨拉瓦 我在上个月有拍了一期节目 聊了这五发 我记得当时怪人的萨拉瓦 只不过才播发第三话而已 但是这三话里面呢 有着一些蛮西舞的内容 例如角色 故事 以及柯囊梗等等 都有让我追这五发的动力 可是也因为那个时候呢 只是播发三话而已 再加上我是因为 比较煞长吐槽 以及变态的YouTuber 如果你是像急速西舞这么垃圾 或者是像七王子 有这卡哇伊的小腿的话 你不要说三话啦 他们只播发一话 我恐怕啥一定可以随意去节目的 但怪人的萨拉瓦 当时给我的感觉 除了我很喜欢以外 其实那一支影片呢 我并没有说太多很具体的内容 反而是比较偏向 向观众推科的介绍影片 而现在怪人的萨拉瓦 已经播发第十话了 同时我对这部发的感想 也和以前不太一样啦 我有很多的地方狭聊和吐槽 所以现在我就和大家分享 我更了对怪人的萨拉瓦的观后感吧 之前我以为这部发 只是单纯讲述 男主角中柱和从一世间来的 萨拉公主相遇 并且一起生活的日常 然后中间再穿插一些 看起来有讲到 十四议题以及柯南梗的单言句故事而已 直到现在怪人的萨拉瓦的故事 还是采用这样的流程 我更不知道 为什么中午发的名字叫 怪人的萨拉瓦啊 我原以为是作者乱起啦 之后我就有在上期影片里 向观众提问这个问题 而很多观众呢 还真的是很日清的 告诉我怪人萨拉瓦的含义 简单来说就是 怪人大集合的意思 在怪人的萨拉瓦里呢 我们就可以看见 各种各样的怪人日常故事 的确中午发前面几话呢 就已经可以看见一些怪人啦 例如本作的颜值家福利丹丹的 李卫雅 他以前好像很年轻 实际上已经34岁的 瑞士事务所的所长 爱奇葡拉瓦 以及某个新疆团队的领袖 接神万爱 大约就只是这三位怪人而已 而且要讲他们怪嘛 其实前面三话呢 这三人比较像是在一些地方比较奇怪 还称不上是怪人啦 就好像前面提到的李卫雅 你最多只能说 刚开始来到这里的他 不知道这个世界的生活常识是什么 所以他才会做出奇怪的事情 然后爱奇葡拉瓦就只是当初的baby fact 不了外表他就是很震惊的律师 接神万爱就是 嗯 好啦 他真的是怪人啦 总而言之呢 在前面几话呢 我是没有什么感觉到 有怪人大集合这个含义存在啦 纯粹就是觉得呢 前期故事很有趣 角色有趣又可爱 然后玩柯南梗 才喜欢上周末发而已 但我追到了第十话后 我发现之前的想法错啦 因为周末发的角色都还蛮奇怪啦 有些角色真的是奇怪到会笑出声 并且心想说 看我到底看了什么鬼 在第九话 莎拉公主最后去小学念书啦 对了 顺便解释一下 她原本预定是要念中学的 然后她的好闺蜜 有时候有奶因为解决霸凌事件后 她在学校的环境也没有什么好转 早就有要转向的念头啦 再加上她也知道 莎拉也要去立一阶中学念书 所以俩人呢 就彼此约定 一定要在同一阶国中念书 结果莎拉因为弄错年龄的关系 不能读国中 只能读小学 也就说呢 她被莎拉公主放飞机啦 哭啊 好说回正题吧 莎拉公主的同胞同学 几乎没有一位是正残人 首先是班上的帅哥四天玩 诶等一下 帅哥四天玩是什么鬼啊 这四位小鬼只是和莎拉相处不到半天而已 他们就已经被莎拉的魅力给折服 并且向她告白啦 对你们没有听错 连交朋友的街道都跳过啦 直接马上向对方告白啊 现在这时代的小孩子这么厉害的吗 比我这位魔法师更有出息啊 而莎拉公主对这四位帅哥四天玩的回应就是 哎呀我欣赏你们的主动 那我们就从朋友开始担起吧 哇你现在是在收后宫吗 OK如果说只是男孩子的话 我还没有觉得这么神经啦 但更扯的是 他连女孩子都不放过啊 由于帅哥四人组都已经被莎拉征服的关系 那班上的女同学就会觉得 这位小学生好嚣张噢 根本就是BX啦 我要先澄清一下哦 这些小学生真的是在莎拉公主的背后叫BX的 不是我瞎掰的啊 而且这位小学生应该也不太知道BX的意思 他只是听到自己的爸爸叫妈妈BX 所以他就学起来了 就懂我嘞 小妹妹 为什么我从年化中感受到你的家庭背景很复杂 女同学们就决定把萨拉关在 放体育器材的仓库 把她锁在里面反省反省 到我们的萨拉公主 可是会中国权法的女人啊 所以萨拉公主呢 就轻而易举的把仓库的门打开啦 并且不计较这些同学们的所作所为 女同学看见萨拉公主的心胸如此宽大 她就感到羞愧向萨拉公主道歉 这些表示要当萨拉公主的狗 对这位同学讲得非常具体 大概的原话就是不管是普人还是奴隶也好 她都要陪在萨拉公主身边服侍她 哇靠这真的是小学生吗 总而言之呢萨拉公主只是去学校地天而已 就已经有四位男后宫以及几位家臣啦 非常神经 但这段故事呢 只能说萨拉公主身边的同学都是怪人 反而萨拉是比较正常的人啦 而那条故事线 也就是利维亚的日常故事呢就不太一样啦 她从一位不知道这个世界蚕食的游民 变成了侧同侧围的赌徒怪人 甚至她有着非常严重的小白眼线像 因为在豆瓣的故事中期呢 利维亚几乎已经没有过这很游民的日子啦 而是邪教领袖接生万爱旗下的 人偶产品的开发顾问 当然这位邪教领袖是会做模型的啊 不只是会做模型而已 而且她对制作营业也是非常有经验啊 所以说为什么你要成为邪教领袖啊 明明有这么厉害的技能 难道是当邪教领袖比较好赚吗 诶好吧 说为利维亚吧 说好题点是开发顾问 说难题点就是白吃白喝的时刻 就连她的利维亚朋友听到利维亚的工作和福利 都觉得她就是在别人家做小白脸而已啊 但这个时候我觉得还ok 至少利维亚还会察觉到自己的生活多么的邋遢 还没有完全怪话 真正让我感觉这家伙彻底变成怪人的原因是 她这样想忘爱拿钱 并拿着那些去气打波金歌 甚至还拿钱去毒嘛 挂他哦 这根本就不是变成怪人啦 而是变成一名邋人了好吗 利维亚应该是目前整个动画里比较走歪的角色啦 然后还有一些奇怪的角色我就不细讲啦 我真正想要表达的是 我一开始从原本想要看男女主角的日常搞笑故事 甚至现在我更期待这部动画 接下来到底会有多么的神经病啊 因为这部动画呢 你越往后看越会觉得这些角色的脑啊 不知道是抓了什么鬼东西啊 当然除了这些神经病的角色和搞笑的剧情 其实到了后面呢 还是有保留一些讽刺时事的内容 尤其是环牛模型事件 这段剧情呢 真的是把现时代的环牛环境狠狠的讽刺了一遍 非常搞笑又有共鸣的一段故事啊 除了环牛模型事件以外呢 勇乃被同学霸凌的事件也是让我很有印象的剧情 第八三呢 在气氛比较欢乐的日常班 讲述霸凌剧情的时候 结局有很大概率都是happy ending 但是怪了的沙拉丸算是有一点反其道而行 勇乃的确是后来没有被霸凌啦 但他被别人传话 传到了另一个版本 然后夸大 就是整进学校的气氛还是偏下了勇乃才是坏人啦 最终勇乃还是转校啦 所以从某种方面来说呢 这个结果多多少少还是有点糟糕的 但也因为之前的经历 但有点在新学校看见自己和同一个造业的同学被吸附时 他会很勇敢又不如满 用很侦探的方式去帮忙这些同学 而且这段剧情要表达的故事信息呢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即使把事情解决啦 最后迎来的结果不一定是好事 但如果你不去解决 那你就只是保持糟糕的现况 只付目前而已 而也因为经历了这些事情后 勇乃找到了自己的梦想 他决定未来要当一名侦探 算是目前整部动画里成长幅度最高的角色 所以大家别看这部发达 只是讲奇怪的故事和角色而已 中柱和正经的故事也是很棒的哦 除了搞笑和讽刺社会的剧情外呢 我相信大多数的观众会追逐翻 就是为了看中柱和萨拉公主 雅人之间的日常故事 一开始我以为呢 这俩人比较像是兄妹的关系 结果我错啦 这俩人根本就是妇女啊 中柱根本就是在养女儿 而后来中柱和他的父亲呢 用了一些违法手段 那萨拉在日本的身份证和户籍上 是中柱的合法女儿 所以说他们俩是妇女也不为过啦 虽然可能有些观众会觉得 萨拉大意成为中柱的女儿 那一幕剧情有点太草率过头啦 但我个人是觉得不会很草率 因为如果你有从地画追到现在的话 其实这俩人的关系呢 本来就是比较好的 在这之前 中柱对待他就如同女儿一样 真的就只杀萨拉叫中柱爸爸 或者是中柱主动和萨拉提 要不要成为他女儿这些事情而已 再加上就像我前面说的 这是一部怪人大机能的搞笑动画 所以比起要什么感动的告白式剧情 我觉得这种直接但不是快乐的方式 更适合快乐萨拉玩这部动画啦 以上就是我对怪人萨拉玩的光厚感啦 总来说我很喜欢这部动画 如果你是喜欢看神奇闭角色 或者搞笑剧情的日常版的话 那怪人萨拉玩我过啥强烈推荐吗 好 今天节目到这里 其实吧 大家对本期节目有什么感想 以及你们有什么动画想要介绍给我看 或者喜欢我拍影片聊的话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区分享你们的看法 就如果你们喜欢本期节目的话 欢迎大家按个赞 别忘了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支持我 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吧 拜拜